2022年8月份,英特尔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营收同比下降22%,毛利率从上一季度的50.4%下降到36.5%,亏损5亿美元 按说在经济动荡的时期,一个庞大的企业亏损5亿美元也算不上什么特大的新闻 但这件事呢,放在英特尔身上就不一样了 这是英特尔自1992年来首次在季度财报中出现亏损 换句话说,英特尔上一次亏损的时候,听咱们专栏的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出声呢 这期科技参考,我们就来看看英特尔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些困难又意味着什么 英特尔遇到的最直接的阻力来自于对手的竞争 传统的CPU业务对手就是AMD 同样是2022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AMD的营收达到了历史最高值6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70%,利润5.26亿美元 同比增长119% 但英特尔的业务众多,当前的营收规模大约是AMD的三倍 所以导致它亏损的除了AMD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事实上,我们既可以在GPU市场找到导致英特尔惨败的对手 也可以在闪存业务上找到这样的对手 也可以在移动产品市场找到这样的对手 所以总体来看,英特尔在各个业务线都输给了对手 所以英特尔遇到的困难其实不在外部,而是在自身 我们先来看看英特尔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也是它的失误,就是对半导体制造的误判 最近十年,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趋势是每个环节由单独的公司负责 然后这几家公司携手制造出最终的芯片 主要环节是三个,设计、制造、封测 如今每个环节都出现了巨头 比如说在设计上,苹果、AMD、NVIDIA就是巨头 制造的巨头是台积电 封测的巨头是日月光 但是在十年前并不是这个趋势 而是由英特尔领导的IDM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所有的环节全都自己一手操办 在几十年的历史中,英特尔凭借这个模式占尽了优势 几十年来,英特尔赖以成名的就是TikTok生产 Tik指的是对半导体工艺的提升 Tolk指的是对芯片设计方法上的提升 当前这一代CPU的提升是靠Tik推进的 然后一年半后的下一代就要靠Tolk来推进 依此类推 在那些年里,其他有实力跟英特尔一争高下的企业 也都是包含着制造跟封测的 只不过有些环节比较薄弱而已 于是被英特尔压得死死的 后来这些竞争者实在是没有办法 于是开始放弃一些环节 首先放弃的就是制造环节 比如说英特尔50多年的老对手AMD 就是在2009年终于撑不下去了 把他的制造部门单独拆了出来成立了公司 这个公司就是今天的Global Foundries 只有甩掉了制造的包袱 AMD在设计上的优势才能跟英特尔一较高下 否则自家的制造部门造不出设计部 那么高规格的东西就更无法参与竞争了 这样的做法其实增加了灵活性 Global Foundries虽然不能制造最顶尖的芯片 但次顶尖的还是可以造的 所以后来活得也很好 而AMD的设计部门可以去找台积电 或者三星这样的顶级制造单位 继续和英特尔展开竞争 英特尔的领导层其实早就注意到这种趋势了 2018年上任的CEO鲍博 曾经就要主导英特尔走AMD的老路 也就是把制造部门独立成立公司 但是他没能成功 2021年新上任的CEO反而走了老路 他制定了一个IDM2.0计划 不但要自己生产全部的产品 还要雄心勃勃的接其他设计公司的订单 他认为最近几年在制造上赶超三星是首要目标 终极目标是在制造水平上超过台积电 但实际上当IDM2.0计划制定的时候 英特尔已经在14纳米工艺上卡顿了五年了 放在20年前 英特尔都已经至少更新了两代工艺了 英特尔是从2014年发展到14纳米工艺的 最初的计划是2017年实现10纳米 但此后计划破灭了 10纳米工艺一致难缠 就只能在14纳米这个字符之后 放加号 也就是打补丁 最多的时候用了三个加号 14纳米++++ 在2014年的时候 不论是台积电还是三星 在制造水平上都落后于英特尔 台积电那个时候只有20纳米工艺 三星是22纳米工艺 但是到了2022年 英特尔的工艺落后台积电一年以上 落后三星也有半年以上 英特尔陷入困境的第二大原因 就是丢失了大客户 这个大客户就是苹果 2019年 苹果实在忍不了英特尔处理器的表现了 最终宣布自己研发M1芯片 然后全面取代Mac笔记本跟台式机里的英特尔产品 苹果跟英特尔的渊源要追溯到1994年 那一年 苹果和IBM摩托罗拉联手组成了PowerPC联盟 用来抵制微软跟英特尔联手打造的Windows加奔腾的联盟 但这次结果非常失败 IBM的处理器性能不行 发热还高 IBM此后彻底退出了PC处理器市场 摩托罗拉则把重心放在了手机上 而对手的联盟却在1994年到2005年高速发展 这就成就了英特尔帝国跟微软帝国 2006年 苹果终于跟曾经的对手英特尔合作了 全部的台式机跟笔记本处理器都用英特尔的 但2014年之后 英特尔处理器性能提升幅度小不说 还被AMD处理器赶超了 而苹果想做出一些特色功能呢 比如说加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块进去 或者换一种统一内存构架的CPU等等 英特尔是根本不会满足它的 因为英特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就是只开发一个构架 然后大卖上几年 2019年刚刚分手的时候 每年来自苹果的订单只占英特尔营收的3% 看上去无足轻重 但从后来三年的发展来看 苹果的自研处理器让ARM构架的CPU 一下就成为了台式机跟笔记本的新宠 MacBook系列的产品销量也比英特尔时期涨了70%以上 现在ARM构架的处理器已经占比全部台式机笔记本的10%了 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中 如果英特尔当初认真对待苹果的建议 造出了让苹果满意的处理器 就会在今天的营收上平添一大块 这一大块的份额就相当于 接近全球10%的台式机笔记本处理器的销售额 而且由于苹果解除了跟英特尔11年的合作之后 发展的非常好 于是也给其他的厂商一个很好的提示 那就是我们不必非得在英特尔那买处理器 那种X86构架的产品其实略是很明显 我们也可以试试找高通定制芯片 ARM构架的也许更好呢 所以苹果公司这个大客户丢失之后 英特尔不但在当年立刻就减少了3%的营收 还丢掉了今后20年的潜在增长 英特尔面临的第三个困难就是 持续亏损的创新项目 因为体量大 所以英特尔设计的产品类型非常广 他们都想做出最好的产品 实际上也确实可以做的还不错 但是很多业务较好但不赚钱 比如说SSD硬盘一直是质量可靠 价格非常划算 但实际上英特尔的SSD业务 最近10年一直在亏损 只有卖给SK海底市之前那一年盈利了 英特尔长年以来让自己承担了巨大的亏损 这样的例子还有自动驾驶业务Narana 英特尔收购的这家公司计划是超越NVIDIA的 结果连亏三年之后彻底放弃了 如今又收购了另外一家公司 还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呢 还有创新价值最高的奥腾业务 这个产品是一个介乎于硬盘跟内存之间的存储设备 它的革新性甚至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内存 英特尔当初跟存储大厂美光合资建厂生产奥腾 最初的产品跟当时主流的SSD硬盘容量上是一样大的 但价格却是主流SSD的两到三倍 所以销量怎么都上不去 但如果看性能那绝对是一技绝尘的 我当年还买了一张480GB的 后来英特尔又想办法把它做成了16GB版本的赠品 和主板厂商谈好合作 买主板就赠送一张16GB的奥腾 用户可以把它插在电脑主板上的M.2插槽里 它就能大幅提升机械硬盘的工作性能 英特尔希望让大家先尝到甜头 然后再勾起购买欲望买大容量的 结果依然没有流行起来 还亏了十几亿美元 结果最后这个英特尔极其看重的产品彻底失败了 合资公司解散 美光后来也放弃了奥腾产品的后续研发 2020年英特尔又宣布进军GPU市场 在当时这个领域全球只有两家企业有实力竞争 也就是NVIDIA跟AMD 现在两年多过去了 英特尔的GPU终于开卖了 但是产品性能落后另外两家一年半左右 根本没有竞争力 虽然当前还在勉励维持着 但谁都可以看出来 这是英特尔在亏损跟下滑过程中的右一角油门 以上就是英特尔面临的最大三个困难 如果梳理一下 你就会发现 英特尔最初的拦路虎 其实是摩尔定律 量子力学效应发生在芯片里 那些又薄又窄的MOSFET身上 导致2014年之后 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 也就是性能每两年提升一倍 这个速度不能再保持了 于是英特尔的各种问题就开始爆发 像英特尔这样大几量的半导体公司 产品类型越广 也就意味着摩尔定律失效之后 对这家公司影响的越全面 击脚嘎啦的地方全都跑不了 摩尔定律受阻之后 想继续发展 原有的工作流程都失效了 必须得想其他招数 比如说采用我们之前讲 Cheap Lite技术制造芯片 或者使用ARM构架 优化芯片功耗 这些都是从摩尔定律的困境中 分支出来的解决办法 而在这些新的领域里 专门的公司比英特尔的研发部 更有优势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把制造部门剥离出来 才是正确的 但英特尔的惯性 让它继续往老路上走 当优势越来越小 盈利越来越薄的时候 英特尔就会想在其他领域试水 但即便强如英特尔 突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也还是敌不过 那个领域的领头羊的 于是试水的成本 也在不断的增加 而英特尔遇到的困难 也会在其他行业重复出现 就是有一些领域竞争到后期 只剩几个巨头了 而在这几个巨头 排名第一的巨头 被第二或者第三反超的时候 你大概率就能判断出 这个行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而且这个瓶颈 已经不是某一个公司 内部的部门可以解决的了 而是要由整个行业去解决 这个时候 只有把握住 细分领域优势的公司 才能活得更好 感谢观看